Hello 大家好 我是东轩手工法 上个视频我教大家勾置了这款小羊发绳的主体教程 这个视频呢我教大家开始去勾置他的头发耳朵还有组装的部分 首先呢我们先勾置小羊的头发 小羊的头发我们选择 我选择用的颜色是白色线 我们拿出白色的线 首先我们拿出白色的线 白色的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勾置小羊头发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第二圈 第二圈开始到第五圈 我们勾置的不都是内半针吗 所以留有的这个是外半针 看一下这个外半针 我们直接留着外半针的这个位置 我们开始勾置 我们就在引拔线旁边 引拔线的旁边第一圈 我们在引拔线的旁边找到 直接挑外半针 可能刚开始第一针不太好找 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能找得到啊 我们入针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白色的线 一次性带过 带过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向上起立四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 四个辫子针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在同一个针目 我们勾一个短针 这个就是第一个头发 接下来我们还是这样重复 一二三四 四个辫子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 我们再勾置一个短针 头发的勾置方法就是起立四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 我们勾一个短针 这个就是头发的勾置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小头发是比较简单的 就这样重复着勾 一二三四 四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直接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勾的时候大家可以慢一点 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就这样重复 一二三四 四个辫子针 直接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我们继续啊 一二三四 四个辫子针 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然后我们就这样重复着完成啊 一二三四 下一个针目 我们直接勾一个短针 好 这第一圈我们勾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勾第二圈 不用断线啊 我们还是直接勾 一二三四 直接勾四个辫子针 我们直接找到第二圈 第二圈的第一个外半针 我们直接就去与他就去勾织短针 就这样一圈一圈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向下勾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大家自己重复勾织完成就行 一二三四 我们把剩下的几圈的外半针 全部都给他勾满头发之后 然后就这个小羊毛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大家自行勾织一下就行 我们把小羊的所有的头发都勾织完成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针目 我们已经引拔完成了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断线就可以了啊 直接我们断线就可以 留少许的线头就行 我们把线带过来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头顶的这个线头还有 我们直接把它穿入缝合针里边 然后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线头 直接藏到头部的主体里边就可以了啊 带进主体里边 还有这个线头也是一样 带到主体里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多余的线头剪掉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把多余的线头给它剪掉 这个也是一样 剪掉之后呢 这个小羊的头发就已经勾织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勾织小羊的耳朵的部分 小羊耳朵的部分吗 我们也是需要肤色的线 然后小羊耳朵一共是需要两个 勾织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教大家勾织其中的一个 大家自行勾织另一个啊 首先小羊的耳朵我们是环形起针 我们在圈内带线过来 向上起立一针 我们在圈内勾织六个短针 勾针带线过来之后 勾针上面两个线圈 我们一次性带过两个线圈 这是第一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我们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放上一个记号扣 我们继续开始勾织第二个短针 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 四个短针 五个短针 六个短针 我们六个短针勾织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拉紧线圈 我们直接拉紧线圈 我们直接拿下记号扣 拿下记号扣 我们与第一针引拔过来 我们直接与第一针引拔过来 向上起立一针 我们再开始勾织第二圈 第二圈的规律是六组加针 就是同一个针目里边 我们勾织两个短针 这为加针 我们一共是重复勾织六组 大家自行完成 我们第二圈六组加针 我们重复勾织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与第一针引拔过来 这个时候呢 引拔过来之后呢 你要是如果喜欢缝合 你们就留长线去缝合啊 这个小羊的耳朵 就已经完成了 我说过喜欢缝合的 你就留长线 不喜欢缝合的 你就留短线啊 这个没有要求 根据自己的习惯来 我这个留的就是短线 我直接把多余的线头 带到后侧去 我直接把他的这个线头 带到后侧 带到后侧之后呢 你要是如果留的是长线 你就直接给他捏好 把这耳朵捏一下 就是用这个缝合的这个线 在这块穿一针 捏一下之后呢 到时候 一会儿我告诉大家 直接粘到哪个位置 就可以了啊 你像我的这个 就是我一会儿用胶粘嘛 所以我需要给他 捏出一个小耳朵 捏出一个小形状 我们就在引拔的这个枕目 少打点胶水 看 引拔的这个枕目 少滴一滴胶水就可以 我直接看 把它对折一下 这样捏一下啊 这样捏一下 捏出小耳朵的这个形状 然后等胶干就可以了 等一分钟 这个胶干之后 用不上一分钟 几秒钟 它这个胶就干了 看 这个胶干之后 我直接把这个线头 给它剪断就可以 它不会 这块暂时是不会脱线的啊 因为它已经用胶给它沾死了 不会脱线的 这个小耳朵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就是大家自行 照着这个勾置方法 自行勾置另一个小耳朵 我们现在开始去组装 组装这个小羊 缝合小羊的表情 然后你看我这个小耳朵 看 这个小耳朵 我已经弄好了啊 我用胶粘的 所以没有留长线头 如果你要去缝合 就留长线头 再重复一遍 我怕大家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开始 去缝合小羊的小鼻子 然后我选用的是浅喀色 单鼓的线 给它对折了一下啊 我们还是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线 我们先在主体里面缝合两下 缝合两下就是为了防止它脱线 虽然我们是从同一个针目进 从同一个针目继续出 你知道吧 从同一个针目 你看我们出针之后 再从同一个针目进去 虽然这样 大家看着没有缝到毛线 但是会缝到里边的棉 缝到里边的棉 它也会起到一个防脱线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小鼻子的位置啊 鼻子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块就是头部嘛 头部从小羊毛的这个位置 头发的这个数 一二三 我们空三个啊 空三行 我们直接在这个位置 找头部的中中间的位置啊 你们一定要找一下 因为你看 后面的这块 这不是引拔线吗 我们放有发绳的这个位置 我们直接你看 这块是放有发绳 直接往前找到前面 一定要找到小羊的正脸的部分啊 正脸 我们直接取两个针目 直接取两个针目就OK 我们直接取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就是一个横 看直接占两个针目 然后呢 我们直接从两个针目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出针 就是一个T 就是一个大写的 大写的T 看 然后直接我们下面一竖 也是占两行 一二 我们直接 给它入针 稍等一下啊 我们直接给它入针 好 看 这样一个小鼻子 我们就已经缝合好了 我们直接 还是把多余的线头 在主体里边缝合两下 缝合两下 我们就断线就可以了啊 缝合两下 我们直接断线 断线之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找小眼睛的位置 其实小眼睛的位置也是比较好找的 就是在我们 在我们上一行啊 就是离鼻子 大概是中间空了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空两 一二三四五六 空六个针目 或者是五个针目 都可以啊 鼻子我用的是五毫米的鼻子 空五个针目 或者是六个针目 在上一行的这个位置 我们直接给它打胶 我是 你用胶棒也是可以的啊 用胶棒都可以 我用胶枪 不是 我用的是胶水 我们直接把它的这个小眼睛看 直接给它摁上就可以了 然后另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另一侧也是一样的 它只要是你把它两个小眼睛弄得对称一点就好 弄得对称一点就可以了 好 把两个小眼睛给它组装的对称一点就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开始沾它的小耳朵 小耳朵 我是在这个小边上的这个位置啊 给它打胶 耳朵的位置就是在头部的两侧啊 这个位置大家其实可以自己去掌握一下 就是在头发的这个下面 我们直接给它沾上就可以 看 就是这样 挺简单的 这个组装没有什么太多难的地方 缝合也是一样的啊 缝合也是一样的 你是打胶啊 还是缝合呀 你们自己去决定 然后这个小耳朵 我们也是 在另一侧 也是给它一沾 好 沾完之后 看这个小羊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最后的一个步骤 我们是需要给它 打上腮红 我们最后的步骤是需要给它打上腮红的啊 我们拿出小刷 或者是棉签 没有腮红就用口红 口红也一定要是少用一点啊 别弄太多了 我们直接在这个小耳朵的里边 给它打上点 放上点粉色的话 或者是红色 它会比较 比较有气色 然后接下来是它的小脸 直接是它的小脸部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羊 小腮红 就已经涂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小羊 所有的勾织 都已经全部完成了 就是喜欢的家人们 可以去勾织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 把这个小羊的头发 给它往外耗一耗 给它往外提一提 往上 因为刚才组装的时候 会捏扁给这头发 往高给它提一下 可以当做挂件啊 可以当做挂件 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哟 如果喜欢的话 如果喜欢我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谢谢